奧運的跳水健將 在跳水的前後 習慣會跑到蓮蓬投下淋浴 你有想過是為什麼嗎 資深記者陳韻文幫我們揭秘 好 當您來看到 是關於巴黎奧運的話題 那這個畫面您應該有看過 就是跳水運動員在跳水前 或是跳水後 會到旁邊去沖水淋浴 那為什麼他們這麼做 引發外界的好奇 我們現在看到是 英國媒體就分析說 這樣的動作 它背後其實是有相關的 科學依據的 因為他們要歷經 很長時間的等待之下 外加就是他們整個短瞬之間 要完成一個高強度的運動 讓這個肌肉是承受了 很巨大的壓力的 所以要透過這個沖熱水的方式 來幫助他們的肌肉放鬆 並且洗掉的是 在這個泳池當中的綠 因為綠會影響到 皮膚跟眼睛的部分 可能影響到尋求的表現 那在看到是他們指出說 會透過這樣的沖水淋浴的措施 可以來幫助選手們來應對 比賽中對身體的任何挑戰 以及減少相關可能會拉傷 出現相關的傷病的風險 不過就在奧運開幕的當天 因為下起了大雨 塞納河的水質也受到考驗 這恐怕也要影響到的是 鐵人三項的訓練 繼續交給韻文 我們再來看到是關於 巴黎奧運的開幕式上 讓各國選手搭船 由塞納河的場景是驚艷了全球 不過這塞納河不僅是開幕的場地 它同時也是鐵人三項的比賽場地 不過這條河已經有長達超過一個世紀 沒有開放 民眾下去游了 就是因為它的水質並不OK 但是法國官方為了辦奧運之下 砸了重金去整治它的水質 並且宣稱這個水質 已經是沒有問題的 可以游泳的 不過來看到是現在 在從7月26號下大雨之後 就導致的是塞納河的水質 出現了惡化的情形 而且現在巴黎市府說 因為過去的24小時降雨 導致的是未來這一天到一天半 時間的塞納河的水質 被嚴重影響之下 所以原定在7月28號8點 舉行的鐵人三項訓練 就必須的來取消了 不過我們來看到的是 其實相關的代表隊認為是說 像英國就認為說 儘管訓練取消 他們還是有信心可以拿到好成績 認為說他們原本事前的準備 是充滿了信心的 也對他們尋守的準備狀態 認為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到時候7月30號正式比賽的時候 這水質是否OK 各界都很關注 確實這影響相當的大 巴黎奧運鐵人三項傳出 因為水質污染的關係將要取消 最新的消息連線給人在巴黎的特派記者 攻向華與信翰 巴黎的塞拉河在連續兩間降遇後 變得混濁 所以奧運主辦單位取消 所以奧運主辦單位取消原定昨日在合理居行的接人 三項聯繫 他們有信心在本週二 和週三將會進行比賽 另外公開水上游泳比賽 也預計會在下族內舉行 我們在深屋原附近的 塞拉河橋下 問了發國民眾 他們對塞拉河 游泳比賽的看法 但他們也不相信 汽水是乾淨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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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過來看到這地方 它是在法國巴黎的 北部的選手村 這裡可以容納的是1.45萬人 在沒有冷氣之下 他們透過建物的設計 就是可以連接地下水井的 循環洞水以及設置花園 透過濾質來達到降溫的功效 官方說這樣的設計 讓整個環境是非常舒服舒適的 不過來看到是 不僅住的地方沒有冷氣 其實連車子接駁車 也都沒有冷氣 所以引發一些選手的抱怨 我來看到是泰國選手就發文 表示說他們在賽場接駁車 坐了5個人就很熱了 如果整車都坐滿的話 相信不到定點 就有人會先暈倒了 以及說到他們聽說 中國隊有自備冷氣跟廚師 他們想去量一下覺得很羨慕 不過來看到是 中國隊表示說 他們並沒有自備冷氣 而且他們選手 並不是溫室的花朵 好 再看到是澳洲的奧委會 是提到說他們可以理解 法國想要減少碳排的理念 但問題是這是奧運 而不是大家去野餐 認為溫度對於睡眠影響 是很重要的 而且睡眠又關到 他們的比賽的表現 所以認為說 法國到底在堅持什麼 不過來看到是對法國人而言 他們確實冷氣是很不常見的 他們大約只有四分之一的家庭 會裝設冷氣 因為要裝冷氣是很麻煩的 要經過非常嚴格的申請 核准之後才能夠動工去裝冷氣 要避免破壞建築的外觀之外 就是法國的他們建物 很多是實際專造建築 本身具備的是冬暖夏涼的降溫功能 以及在法國的電費冷氣費很貴 所以他們很習慣沒有冷氣的生活 我國的拳擊好手在巴黎奧運征戰 也傳來好消息 包含的是抗癌女王陳念琴 第三度登上了五環的殿堂 另外還有是黃曉雯 吳詩怡都成功晉級 霸氣亮相 分力出拳 抗癌女王陳念琴 出戰奧運女子拳擊66攻晉級 對上多名尼加選手摩洛塔 成功以4比1擊敗對手晉級16強 比賽中陳念琴第一輪就獲得三位裁判給10分 第二輪四位給10分 第三輪則是五位都給10分 有超亮眼表現 三度挺進奧運 他也喊話一定要拿金牌 我覺得就是開心去比賽 而上一回在冬奧奪奪下銅牌的拳擊好手黃曉雯 這回再戰奧運 首戰54公斤級以5比0擊敗對手搶下16強門票 對手是上個月資格賽有對到的 所以其實還算熟悉 希望自己能夠繼續發揮自己的水平 然後把下一場比賽表現好 下一站碰上大會頭號種子 保加利亞好手佩特羅娃 黃曉雯有信心 外媒也點評 黃曉雯有望拿下金牌 希望可以關關難過關關過 那這個 這個 確定我們不能控制 但是我們可以控制我們的實力 而台灣拳後林玉婷這回挑戰巴黎奧運57公斤級 將在8月2號上場 教練也喊話 應該都沒什麼問題 我們的目標都是鎖定在後面那個關鍵的多排賽 我們希望我們會有全體隊友非常亮麗的成績 至於吳施宜 16強成功晉級後 原本下一站對上奈吉利亞選手 但對方要減沒過遭到競賽 吳施宜也直接闖進8強 要一路過關轉將 拿下獎牌 提北新聞 余興和劉立成 來源明 張慧仙 法國巴黎報導 巴黎奧運的跆拳道項目 本屆將由女將羅嘉玲一人出征 上一屆的東京奧運 羅嘉玲是踢下了一塊銅牌 這次準備起來相對已經有經驗 而他的父親也會前往巴黎替女兒加油打氣 壓力一定是有的嘛 那就是也希望就可以帶著所有 彈員到就是大家的一起的力量 然後去征戰巴黎奧運 一拳一腿踢極練習 每一次訓練就離奧運榮耀更近一步 彈拳道國手羅嘉玲準備出征巴黎奧運 已經是第二回挑戰五環殿堂 羅嘉玲技術心態更上層囉 有了東奧那次的經驗嘛 所以這次就是在整個流程上 其實會更熟悉 不管是 我也是說一場一場來 那即使真的到後面 可能有敗不復活 那就是也是另外一種新的挑戰 上屆東京羅嘉玲首拼奧運 在57公斤級踢下一面銅牌 這次再獲得資格拼榮耀 但回顧四周卻只剩下他藝人 因為這屆巴黎奧運 跆拳道項目只有羅嘉玲一人闖關 一個人扛起跆拳道榮耀 對這183公分高的女將來說 比不輕鬆 主要還是有壓力 然後自己也非常的期待 然後也有一點點興奮 就是又要去征戰奧運這個舞台 那就是盡量不要讓自己的焦慮太多 面對鏡頭坎坎而談備戰心得 羅嘉玲不再青澀 談到這次奧運 跟教練一起模擬籤表 羅嘉玲所屬的57公斤級 有15名選手獲得資格 依照教練初步分析 羅嘉玲首戰 很有可能面對到俄羅斯的米妮娜 米妮娜是東京奧運銀牌得主 27歲 後來因為俄烏戰爭的關係 一段時間沒比賽 直到今年才恢復參賽 就在去年巴庫試錦賽拿下銅牌 今年歐錦賽在京 羅嘉玲每一場都馬虎不得 就是我們現在有安排一樣還是影片 然後請收下去 那就是在這一兩個月當中 也有針對就是對手 預估會比到的對手的動作下去做模擬 然後其實會有 教練也是有說就是可能在七月多的時候 會就是安排類似模擬賽的狀況下去做比賽這樣 但羅嘉玲也表示比較難打的籤表都在另一邊 整體調整上還有空間 教練樓沖達也在七月中舉辦模擬賽 比照奧運模式一天四場 但羅嘉玲坦言技術心態都不是問題 最關鍵當口就怕傷來磨 我可以下來幫忙他 在最後面這一段幾天訓練 遇到瓶頸的時候 給他精神上的支柱這一個部分 模擬對練 因為他都沒有對練 其實也不好 也不行 如果說真的半年多沒有打 直接就上奧運打 但是又怕他的傷勢又碰撞到 所以有點兩難 但是我們會一直在看狀況 同樣身為台群道教練 羅嘉玲助親羅文翔 一路看著女兒走過來 為了接受奧運 羅爸爸直接進駐中心陪女兒訓練 看著女兒練習受了傷人就拚 做爸爸的怎麼能不心疼 讓他知道對於一名選手來說 奧運榮耀是他人生當中至關重要的環節 上屆東京奧運因為疫情無法到場 這位巴黎家人會一同前往陪女兒拼戰人生的重要戰場 當然看到他受傷身為父母是一定非常不捨 只是說我們不會掛在嘴邊去講 你這個過程你覺得你已經盡力了 你對得起你自己了 那其實OK 你不用在意別人什麼 你是全村的希望 後面都靠你了 我是覺得這個倒是不需要 台群道曾經是我國重點賽者項目 奧運首面金牌也出現在這個項目 回顧獎牌史 2004年雅頂奧運 陳詩欽奪下中華史上第一金 隨後朱沐妍拿下第二金 黃志雄拿銀牌 2008年北京奧運 朱沐妍跟宋益齊 兩個人都拿下銅牌 2012年倫敦奧運我國再替下一枚銅牌 直到2020年冬奧 羅家林再獲銅牌 隨著各國實力興起 跆拳道挑戰也越來越高 有這種目標要更往前的感覺這樣子 然後在訓練的時候 就也會有一個更強烈的一個目標 跆拳榮耀身世藝人 羅家林出征巴黎 盼望最後關頭 調整狀態 再拼跆拳 榮光時刻 TVN新聞 張家寶 兩人名高雄通報報導 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新聞台